所以我们认为其实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跟我们本身的这个经贸关系的这个基础是没有这个关系的 我们应该知道其实这个经贸关系主要是为了满足两国人民的这个各自的需要 所以不应该在危害我们的感情 好的 这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时大家谈节目 我是许波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盛顿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的贸易政策副主任丹尼尔·艾肯森先生 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10810然后拨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您可能要先拨108710 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 好的 现在呢有许多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节目讨论 我们现在就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首先呢是重庆的刘先生 重庆刘先生你好 您能不能听我说话吗 请讲 听得见 请请讲 我对经济问题有一点看法就是对于解决经济问题不然单单从经济领域去解决 因为经济往往跟政治的关系是最紧密的 政治经济部分加盟是一种别人的关系 这是一堆矛盾体 反正整个社会总是也都是个都是个什么都是个什么矛盾体嘛 非常矛盾 这种辩证的就就像人嘛 有好有坏的嘛 人人人人有邀请有有证据 很难很难分辨出了 不不简单都 不简单都 所以个人是好的他有什么地方都是好人对吗 好的 这个是坏人他什么地方都是坏人 好的重庆的重庆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 好下一位是天津的何先生 何先生你好 专家先生 我觉得像中共这样的亚洲第一大共产非凡政权 我觉得他恐怕是世界性的货币操纵国 他恐怕主要他恐怕主要主要用货币操纵的对象 恐怕就是美国经济 我想他操纵了 我想这中共这样的共产保证政权 这共产保证政权 他用这货币和其他的经济操纵方法 操纵了美国的经济之后 他再操纵欧洲和全球经济 可能也就不成问题了 好的 就是说对这个中共是不是操纵货币的货币操纵大国 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好的 何先生谢谢您的想法 那也太麻烦了 专家先生 谢谢 刚才我们的两位听众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一位好像是说 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好像不能截然分开 是吧 就是说呢 有的时候经济决策可能要受到政治影响 另一位认为中国就是货币操纵国 您的看法 我认为呢 的确是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币值呢 的确是低估的 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这么说 但是呢 经济学家也给出一个幅度 他说呢 是低估了大约是百分之十 甚至是百分之五十 那就意味着 里头其实啊 他们之间也是众说纷纭的 莫中一世的啊 那么这个真正的这个币值应该定在什么地方 就算是在这个重新再定值的话 我们呢 也没有说有一套这个现成的这个办法 来告诉这个中国 你说你必须呢 得升值到这么一个幅度 应该是二十呢 或者是百分之二十五呢 这还不好说 这样呢 才能够解决啊 这个贸易的这个失衡 那么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美国 那么其实啊 这个真正的这种 这个政策制定人呢 解决 找找眼的并不是这个所谓幂值本身 而是说啊 他的这个解决逆差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幂值的这个调整 来解决这个贸易失衡的这个问题 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问题就是啊 其实在这个全球化的 这么一个这个环境里头呢 这样的这个做法可能说呢 是不完全不起作用的 那么其实啊 呃 我们说的呢 大部分的这个这个 比如说好像这个对华 对对美出口呢 很多呢 只有百分之 比如说这个十五是啊 这个中国的附加值 别的这些附加值呢 都是来自别的一些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等等 所以呢 我们不知道调整这个地质 对于这个平衡呢 失衡有什么解决 有什么解决 所以我们不应该随便就说 这个是一个唯一的问题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好的 下一位是基林的刘先生电视观众 基林刘先生 您好 刘先生 基林的刘先生 请抓紧时间 刘先生的电话线路断了 欢迎您过一会儿再打回来 好的 下一位 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 湖南张先生你好 我想请问你嘉宾就是说 中美贸易的就是中国这方面赚钱 我不太理解 就是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美国方面是不是在扩大 实际上中国出口的那个高科技产品 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不太理不太清楚 请下面回答 谢谢 好的 湖南的张先生 一会儿我们的专家会回答您的这方面问题 下一位山东的张先生电视观众 张先生你好 山东张先生 你好你好 请讲 我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我们比较双方的贸易结构看一下 就看出种美贸易的虎不幸呢 远远大于正义性 实际上这样我认为 中国出口的商品呢 以这个工业成品为主 而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 实际工业支撑力 尤其是直视性密集性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主 所以呢 这个问题失质并不在于这个贸易的奔神 而是这个贸易整端后边呢 有两个误会 我是这样认为 一个就是就业问题 美国国内学人士认为这个 与中国进行贸易 导致美国减少了很多个上百万个就业的机会 实际上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 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 是以这个其他这个太平洋走位国家为代价的 而美国的生产率的提高啊 实际上也就导致了这个 更容易结果供人 我是这样认为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观念上的问题 因为到目前为止 因为观念上存在着差异啊 美国总是不愿意承认这个 中国这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个地位 但是实际上呢 中国这个制造业 美国高科技技术 本身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 典型的国际贸易的成功的合作模式 但是呢 由于这个观念上的 好想你都在这方面都不能达到一定的认通 所以就导致了这个 中美贸易这个正常的健康的发展 所以说呢 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而言 我认为仍是这个急于大于竞争的啊 而且中国对美国高科技产品和大宗的这个原料商品的需求呢 是巨大的 如果这个中美关系能走出这个误区的话 就会有一定会有非常美好的前景的 好的 煽动的张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评论 您的看法 我同意 我觉得有一些是过这个太过了 也就是说好像这种这样的这个说法呀 好像这个美中贸易经贸关系呢 是都是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的啊 就为输家 其实呢 美国的这个在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啊 这个聚业率啊 其实呢 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过去的三十年已经到了顶峰 然后呢 现在是往下走的 那么可以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美国的制造业仍然呢 是产能最高的啊 这个产出最高的 那么可以说呢 也是产能最高的 也就是说 百分之三十五的这些附加值啊 全球的附加值是来自于啊 来自于于美国 只有百分之七是来自于中国 大家很多都不知道这一点 那么其实所以呢 造成了不必要的这种恐慌 其实呢 我们呢 已经不生产了 在一些这个零售啊 这个商商商店里头出售的一些产品了 比如说好像沃尔玛呀 啊 还有在这个Target等等呢 大家大部分的这个产品都是中国制造 而不是美国这个制造的 因为我们制造的这些东西 也不在这些地方出售了 比如说好像一些 比如说啊 这个高端的 或者是非常精细的这种 这么样的这些 这个好像 像这个实验室的这种 这种器材啊 设备啊 等等这些高端产品了 所以呢 我们要向公众解释 我们之间没有这种直接 这个竞争的这么一种 这个关系 更多的是互不得关系 我认为中国政府 应该呢 意识到 我们现在呢 的确呢 有点棘索啊 因为呢 在美国呢 这个政治氛围还是很强烈的 这种肯定的